橋山 我们的Honda Fit 二手车是同朋友买的 我最近看中了一架Suzuki Jimny 我们现在就来看车了 进去吧 我看中这辆Jimny 是一架4W的越野车 不过当然对我来说最重要当然是她的样子够帅 其实去车行之前 我们已经刨熟了Suzuki New Zealand的网页 对于车卖多少钱 有什么型号 尺寸是怎样 都有些概念 不过奇怪在 网页只是列了四个项色 所以都要去车行看看有什么选择 当然也要Test Drive 一下 但其实Test Drive 又不多影响我们的决定 由始至终 我选择她 都是因为她的样子 试车又没得试Ovro表现 所以肥仔都说 我不知道试什么 最重要那天是随直 车士说收工 跟着我们上车 在外面兜一个圈就回来了 颜色方面 车行给网页Display 多了黄色和银灰色 另外还有蓝色可以订 不过我心目中一直打算白色或橡牙色二选一 看完食物都没有改变 现在就很纠结了 因为我们第一次来车行 第一次看车 其实就没想着即买就立即驾走的车 都是Test Drive 想着有些空间想一下 因为大家都说通常订新车要等的 现在订新车就要等的 就要等一两个月左右 但原来有车现在有个合物体 它也加了一些衣服 我们可以立即驾走 都抵了的 抵了这些衣服 是否需要另外付钱 和黄色和银灰色 就要有些帮助的 即是那些提款 我们都要付 但仍然会有少少抵抗 所以我们现在就很纠结了 是否立即给一架车 在车就买了一架 耶~~~~~ 连车行都不错 当然是永远进去 都是有些花 例如刺龟啊 又买啊 拿回来 它减千多元 两千元左右 我刚才几叻啊 它要我给多些顶 但我叫它减了二百元 说了一句就二百元啊 对啊很叻 挺好啊 给了个年终禮物 这就是阿FELS的风吹鸡蛋行 菜山的风行 好心啊 今天回去吃风仔面 好了 走回出车行 我们就已经买了车了 这架就是我们买了的车 另外一个颜色 其实我们的车都可以立即驾走 不过我们就打算做Coding 所以就留下车在这里 做Coding 我们才驾走 刚才其实也有很多手组要搞的 买车要签文件 还有要做Car Finance Car Finance 也挺贵的 10.5% 不过我们就打算 过几个月 我们要回去 签完期之后 我们就还钱 所以现在暂时 就买了 一个两年的Car Loan 好了 我们回去签期 好了 麵就吃完了 个人终于都冷静一点 唉 想不到这样就买了车 好了 要说回为什么 突然会看中了Gymney 其实本身我们两个人 一直都打算买多一辆车 之前我又不开车 所以就没有这个必要 但我现在刚刚都开始开车了 其实两个人真的要有两辆车 否则 一个人用了车之后 另一个人就没有车用 本身都是打算买多一辆车 但之前肥仔看了那些SUV 我一直都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对车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所有车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所以肥仔之前看那些SUV 我就是觉得很贵 很不想给那块钱去买一辆车 不如买多一辆Honda Fit就算了 所以一直拖拖拉拉 一直都没有买到车 直到我看了ViuTV的节目 那天看到193的车 感觉是惊惠天人 我觉得很漂亮 因为它的车是白色的车 四四方方 粗豪得来又有一些斯文 总之就很有型 最初我还以为是一辆Jib 怎料翻看又翻看 放大又放大 就发觉原来它是一辆Land Rover 不过Jib也好 Land Rover也好 其实都是太贵了 肥仔比完价钱我看之后 真是瘦得线 然后我就在马路上 找有没有类似的车 让我看到SUZUKI 当时都没有知道它是Jimmy 然后就叫肥仔 你找一下SUZUKI 有那辆类似的车 他就找到我们现在买的Jimmy 虽然你问我 我始终都是喜欢Land Rover 多一点的 但是看钱份上 其实Jimmy都可以的 还再玩具多一点 所以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好了 当我告诉你 我喜欢了Jimmy的时候 其实你有什么想法呢 最初看到SUZUKI 哇 还差这么远 原本是想买七人车 八人车 可以和家人来到 那时候一起去World Trip 或者买个Hybrid 可以省油一点 然后之后 为什么这辆完全不同 又不是省油 再晚又少 好在上网看这些车评 其实它都有很多新的东西 可以给我们玩的 例如因为它可以去Offroad 所以我们在Google 找到一些地方 都不需要看 是否要4WD风陨 这辆车一定一定一定可以去到 可以试试去一些 尺寸的地方露营 去玩一下一些新的体验 所以我也觉得 都可以试试的 而且它的价钱 其实都算便宜的 隔了两个月之后 我们终于来拿车了 但是这辆不是我们 这辆是人家 不过它也做得挺漂亮 有顶架下面有胶鼻伸 好了 我们现在过去拿车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那个顶架 我们是否会加这些顶架 它是没有梯子 它是没有梯子 没有啊 它是没有梯子 但它这个 其实我不肯定 是不是那些露营那些露营 这个可以拉出来 你觉得灯很帅 我也有想过弄灯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 我不太舒服 用这些外路走进来 那是你的车 那是你的 那是你的 好冷了 好冷了 我最怕就是一出來就撞到玻璃門 就是這樣 新車終於到手了 之前說過這車是塔訂貨 有些裝備是上手車主已經給了錢 即是免費送給我們的 現在就立刻由肥仔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來的? 這就是它原本新車來的cargo tray 但其實我們都不要了 我想稍後我們都會放上marketplace 或是jimmy的group 它插了trade之後就變回原本的椅子 另外那個人還加多了這條金屬的bar 當你搬東西上上落落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容易開花到它的朋友 所以它也幫你做了這個relip tube 另外它就加了這隻毛毛地仙 但其實我不太知道原本是怎樣的 它是先加了錢換這隻地仙 大家都知道 jimmy是出名多配件和可以玩改裝的了 隨便在youtube搜尋下 也有大量片可以參考 作為新車主 我第一樣想要的就是那個muttread 問某西蘭代理 這個這麼簡單的留意檔行貨價 竟然要400元 是紐紙 沒辦法了 還是要找回淘寶大神 當然也要入手頂架和梯子 還有其他很多accessories 不過因為運貨需時 改裝過程就留下條片說了 應該也挺好玩的 大家記得留意 好 這樣也是時候去試車了 第二天 jimmy正式初試提升了 Cruise Control Cruise Control Cruise operator Let's Go Cruise Control 駕駛車的營業 車廂 駕駛車的營業 駕駛車是甚麼感受 駕駛車 是駕駛車 不過沒想過 駕駛車真的挺無力 但 現在看到石博 水騰 或駕駛部位 路有少許多些草 多些石頭 我現在都試著多敢衝進去 以前那輛車我就會這樣想 那它其實都頗挖 其實都頗挖得頗厲害 有其他轉彎 那些七八十的彎 都頗挖過去的話 因為那些鼻震很軟 就很過山車 而且車很有趣 我這樣搖 它都可以很搖的 你都看得到 嗯 不過整體都頗開心 尤其是我們來了 這個環境也適合它 嗯 那你呢 你坐有什麼感受 其實都真的挺緊的 我剛才坐了九個站之後 我都有一度擔心 我會不會輪車輪的呢 但是因為它有它的功能 我又很開心我們可以來到這些地方 所以我覺得都是OK 可以很訓練一下房間 我們會有什麼事 而且在這個預算上 那一架多月我就覺得OK的 就是它不是100% 如果它要舒服一點 就不要這個價錢 儲物位又再想一下 就是要怎麼可以 你看這個位置 都不知道做什麼東西 除了擺太陽眼鏡之外 是啊 真的不知道 怎麼可以幫它改進一下 有些人說很吵 我坐開FIT 我又不覺得它很吵 你說多次你剛才說 我覺得駕駛這輛車 都是駕駛才醒起 我真的覺得它好像欠一塊海綿 其實它的避震真的很軟 撞到那些駕駛的一顆粒 是可以勇猛一點 當然對這輛車不是那麼好 那它真的好還是不好 有好又不好 其實它的避震是沒有 即是它都會搓的 但是它搓那一下 去到某個位置 就好像撞了一塊海綿 那個感覺是 不懂得怎樣形容 但總之就好像欠一塊海綿 你駕駛回來 我就覺得沒那麼頂 那送站了嘛 都要練習的 馬上就頂了 其實始終我們還是新車主 暫時都給不了太多留言 讓我們駕駛久一點 去多些地方再改裝 再出一集Jimmy用家報告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大家記得CLS和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